昂山素姬被控制 被缅甸军方控制 其实众所周知 昂山素姬只是依靠着他的父亲 被日本法西斯培养起来的一位军人的父亲 成长起来的一个政治家 说他有成长 其实更多的是 参加了一些民运而已 他有没有治理一个国家的能力呢 我个人是表示严重怀疑的 也就是说昂山素姬根本就没有能力 真正的去管理靠这个缅甸这个庞大的国家 当然对于中国是小的 但对于整个东南亚来而言 缅甸是一个大国 正因为此 我想军方对面昂山素姬也是不满 不是吗